这是我的眼睛 我是他的耳朵 这天好眼睛不留 少眼吃不留 在济南张秋区 十家阳村的乡间小路上 村民每天都会看到这样一幕 76岁的高振华走在前 78岁的魏弘德跟在后 用一米长的木棍紧紧相连 一走就是30年 结婚50余年来 两位老人不离不弃 用默默的行动 诠释着你是我的眼 而我来做你的耳朵 2月21日 记者在两位老人的家中看到 妻子高振华正悉心的照顾丈夫 洗手 吃药 据丈夫魏弘德介绍 他年轻时因为疾病 视力受损 视力变得越来越模糊 30年前双眼彻底失明 从那以后 生活起居完全依靠妻子照料 到看不见了他去照顾啊 平时啊 其实不就注重了我就吃 说到这喝水他的院子 少了他就冲冲 哎 不愧不住人家 我这个小庭不住人家 不走啊 魏弘德自从双眼失明后 一直很少出门 性情也变得急躁起来 妻子高振华为了丰富丈夫的生活 便每天拿着一根一米长的木棍牵着丈夫 到处走走 给他讲述沿途见到的事物 高振华告诉记者 虽然每天都很辛苦 但两人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一直很幸福 去年老人节开始 村里便给老人们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 每当开饭的时候 高振华便牵着丈夫去吃饭 高振华说 自从丈夫失利受损后 家里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生活主要靠亲戚朋友帮衬 到现在还是属于迪宝部 前几年 妻子高振华由于年龄越来越大 身体也逐渐衰老 他的听力出现了问题 有时在耳边大声说话 也未必能听清 从那时起 丈夫韦弘德便做起了妻子的耳朵 高振华告诉记者 不敢想没有彼此的日子 他们会一直牵手走下去 年轻格来的 他说有年纪了都不能动弹了 都得互相照顾的 你往哪个牵手走到地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